市長 市長 本小組昨天下午 針對我們市政的各相關議題 跟市長 做了嚴謹的討論 本席要提出嚴正的抗議 你們昨天的教育局 張局長 在針對議員質詢的時候 尤其是攸關 新北市中重度特教生 他居然 講出我們新北市 做得很好啊 我們做得夠多了 做得夠多了嗎 您覺得新北市的特教 能夠讓所有的家長滿意嗎 基層的特教人員非常辛苦 但是呢 我跟你講 特教人員為什麼辛苦 因為我們新北市提供 不夠的資源 讓我們的特教老師發揮專長 照顧應該照顧的 所有特教學生 所以希望呢 我們新北市呢 這一塊能夠加強 市長可以承諾嗎 特教生 不管是我們教育局 張機長 他本身也是特教出身 也非常的專業 他帶著我們基層同仁 在特教這一塊的 市長 昨天他的答詢呢 就顯示他的專業的傲慢 莫此為勝 他在特教上 他有他的理想 他有他的專業 但是呢 市民需要的 足夠嗎 他有去瞭解嗎 市長你只要回應說 我們會照顧更多的特教生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會 在張局長跟所有的特教老師 以及所有的資源上 我們都會全力以赴 讓特教生 做到更好的照顧 希望市長記得這一次 剛剛的回答 接下來我嵌入我的主題 市長 那個我們新北市呢 的65歲以上的長輩啊 不要說長輩 熟齡朋友啦 其實相對的多啦 熟齡朋友 我們現在不能說長輩 65歲算年輕啦 熟齡朋友相當的多 新北市65歲 但以上的熟齡朋友呢 就大概占了快70萬人口 差不多 相當多 越來越多 沒錯沒錯 那我們新北市呢 每年都編空的預算 什麼叫空的預算 我們對於那個 65歲以上的人口 所編列的老人 搭乘免費公車捷運的預算 我們的預算裡面喔 今年編列 10億 10.2億 10.2億 15億吧 15億 15億 好 今年的預算呢 1.2 對15億 今年的預算 15億 你的預算書拿出來看看 好 等一下我 我 等一下我們再跟議員對一下 好不好 我是翻你今年的預算書喔 老人身心障礙免費搭乘公車捷運 還包括身心障礙 因為他有一部分是票差補貼啦 好 票差補貼 對 票差補貼 好啦 不管你怎麼補貼 10億也好 15億也好 我跟你講 我們新北市的 65歲以上的人口搭乘 的 專 大眾交通工具 就只能搭公車 搭捷運 捷運 捷運 還有什麼 還有部分的高鐵 呃要跟 跟你們報告 其實我們是基隆台北 雙北的 那個客運 那個公車 還有就是 我們那個捷運 雙 雙北的公車 是啊是啊是啊 還有 還有新巴士嘛 客運 台鐵 台鐵還沒有 台鐵怎麼吸引 台鐵還沒有嘛 對對 我們先配合他們的機車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台中 我們一樣的 一樣的福利 一樣的福利 台中可以做什麼 台中 他可以跨縣市的做 除了講公車以外 他可以搭計程車 他可以 做其他的 呃 使用方式 不要講台中那麼遠 講台北市就好了 台北市 我們的長 我們65歲以上的人口 搭乘這個 持有他的這個 敬老悠遊卡 每個月 一樣的480點 可以搭捷運 公車 計程車 U-bike 那呢 蔣市長上任以後啊 隨著環境的改變 交通工具的需求 今年預計可能呢 擴大 納入台鐵 輕軌 或者再增加計程車的搭乘 車次的抵扣點 請問一下 我們新北市 65歲以上的人口呢 其實應該是 屬一屬二 應該是全新北最多的啦 我們的福利 居然遠遠落後於其他 首都 其他直轄市 這樣子我可以跟議員報告 新北市的長輩 大概有70萬人 你也很清楚 尤其預算編列還少 比人家還少 在社會福利 這一個方面裡面 我們只能編列的是 我們今年編列的預算 我算過 預計呢 使用者 可以使用的 只有17萬8千人 如果他全部使用完畢 只有17萬8千人 我們的長 65歲以上的人口 剛剛已經講了 快70萬 結果你只有 17.8萬人可以使用 這是什麼政策 這是空的政策 說大話的政策 確實 我跟議員做一個回應 不是說17萬人使用 因為在這裡面的 所有相關福利裡面 我們會盡量滿足 當然我也知道 別的地方有開放 經營車 那我們這邊一直都還沒開放 我們在7月份開放台鐵 我們會逐步逐步去調整預算 市長 為什麼跟你講 為什麼要跟你講說 要納入很多種 多元的交通工具 因為 就像瑞芳 沒有捷運啊 是不是這樣子 好 所以愛新考 所以啊 為什麼 其他地方 尤其台北市 台北市跟新北市 是最相仿的一個環境 所以他納入公車計程車 U-bike還有U-bike 你做了那麼多U-bike 我先請社會局 誰回應一下 65歲以上的長輩 為什麼不能用U- 用這個U-bike 請上次回應一下 好不好 跟議員報告 其實我們長輩 很多政策呢 就是要因地制宜 浮喚民眾的需要 才是最好的政策 我把這句話送給市長 好 跟議員報告 等一下沒關係啦 等一下再報告 現在換我啦 愛新卡這個部分 換我的時間啦 我們針對愛新卡 因為愛新卡是生臟朋友 沒關係 對 我們今年 七月底會開放 做那個 雙北的捷運 等一下 你雙北的捷運 你就講捷運 你都說土市人的位 我們鎮腳要怎麼啦 哈哈 你都說捷運 你都說捷運 對不對市長 你有客運 我跟你說啦 你說愛新卡啦 你捷運 我如果沒有捷運 我跟妳講 市長 客運的路線 其實妳也知道 然後一直在說捷 因為 葉子根本就沒有要經營啦 妳說他們怎麼去做客運 幾乎根本不可能 我想請問 請問那個局長 就妳的統計 我們偏向市區的 那個65年 媽媽65歲以上的 長 長者 對 長者他的比例相對的偏高 相對的偏高 相對的偏高 那他們在使用這460點 優優嘛 那個 禁勞卡 480點 我知道 到底480點 然後 跟葉方話 其實他們本身 他們都可以憑禁勞卡 就已經有半價的優惠 那我們這個480點優惠 我現在要跟你講的是 我要講的就是說 以偏向地區來講 如果你們只 局限於他 公車捷運 然後 他們根本 我覺得 對於他們來講 根本是一個空的福利 我覺得好不容易 我覺得 當然這個480點 是因為他們應該 我覺得他們應該享有的 可是妳 在偏向地區 因為每個地區有不一樣 像那個 非三非四 偏向 其實他們相對的資源少 然後火車現在不能搭 那太了 那我們 即將開放 我知道你們在努力當中 可是那只有瑞芳區而言 那平溪雙溪共僚 其實也沒有公車 那妳個480點的禁勞卡 對於他們來講 根本就是 只是看得到 用不到 那我覺得一點意義都沒有 我是真的是 我很 徹底具體的建議 以偏向地區 或是說你們能夠更廣泛的使用 不只是U-bike 這個是不是可以拿來 作為他們 譬如說可能 他們一些長輩 我覺得你們可以做一些整合 資源的整合 我覺得你們可以 譬如說他們可以買 特定項目 像日常用品 民生用品 尿布 奶粉 我覺得他們有的都存的 很需要的 跟議員報告 其實這個福利 是最主要是老人福利法 第25條 就是針對長輩行的部分 跟一些文康的部分 所以其實 禁勞卡 不只是做車子的一些優惠 跟免費 其實也是 譬如說有一些場館 公營的 我知道啊 你們這邊有寫 我知道你是說 行的部分 跟文康的部分 可是我知道 因為每個地區 因為你們要注重 地方的發展 的特點跟需求 那問題是你們編 那你們編這個部分 你們編優 那個禁勞卡部分 根本對於 偏向非三非四的民眾 根本就是 紅的看不到吃不到啊 市長你說這樣 我說對不對 我這樣說 因為照顧長 那你就不要編給我們啊 你就不要把我們編 你說偏向非三非四的 我們不用編這條 因為它沒需要啊 這樣子 我跟議員報告一下 其實照顧老人 是一個前方位 剛剛那個禁勞卡 大概都是擺在 我們行的部分跟文康 就像國民運動中心 看對的文座 我們也沒有好 市長我們文康 我們國民運動中心也沒有啊 那編箱我們有時候 可以用星巴士去處理這一問題 好 市長 星巴士 你說我們有星巴士 都市 我跟你講永和 他剛剛講我的瑞芳 我要講他的永和 他的永和免費 四條線 最早要去國安 各位 他們家喔 他們家四條線 從 永和 永和 然後星巴士不用錢的 從早上 四條線一直勾勾勾勾勾到暗 我們都沒有耶 還要講星巴 我們現在不是在想說交通的 不是我的意思說交通 對我的意思 因為我的意思是說 市長你剛剛沒有 我知道市長不會欺負我啦 我的意思是說 市長你剛剛說可以用到 用到那個星巴的 像有星巴型的部分 偏向有星巴可以做 你剛剛是這樣講 所以我才說 不只是偏向有星巴 像他們永和的都市 一樣啊 他們的交通這麼便利 其實走路就會到了 騎摩車也會到 結果你看喔 他的那個星巴 有四條線從早到晚 一直勾勾勾 一直走啦 那個 一直走啊 我們都沒有耶 這樣子啦 那你說教我們偏鄉 這些 還有istani 這些長者 你四百八十點 就進了我看到 protocol 是他們只是讓他們看 每間 escola噴到 sana 依然說我有四百八百點 有什麼意義不意義啊 不會啦 因為台北起來 應該就有機會了啦 為什麼要整天去坐火車啦 我那裡有什麼整天去坐火車 你...那個... 不要說志龍過來 你看啦 我們去... 沒有啦 那個... 不是 我現在要講的重點 我現在要講的重點就是說 其實禁牢卡480點 其實剛剛局長有講 我們是用在行跟文康的部分 可是在行交通方面 其實對於公車捷運對我們來說 其實是我們看得到 根本用不到的 事實上我們可以用的 像那個公車 其實也很少 那星巴本來就是 那個市政府給予偏鄉地區 行方便的一個政策 那不要說偏鄉 我剛剛提到永和也有 對不對 那文康的部分 你說國民運動中心 我們也沒有 我們什麼都沒有 卻給我們一個480點 那我們看得到是不到 是一個空的 所以我剛剛才會特別提出來說 譬如說是不是可以有另外 每個地區還有特性 然後做一些資源的結合 這樣子才能夠真的 好 時間 這樣子才能夠讓 我覺得 市府的政策讓民眾有感 好不好 偏鄉的長者有感 謝謝 謝謝易琦的議員 在邊鄉 請市長跟局長 回一個書面 這個給易琦姐跟趙欣姐 那市長 您都已經花公帑叫市府資源 叫局處發新聞稿來罵我了 那提醒市長 這裡是市議會是人民的殿堂 請不要讓局處首長來惡意 擾亂議事 那局處首長呢 真的想要回的話 那書面咨詢 書面回覆好嗎 給你們回應又不回 因為昨天明明主席已經財事了 今天公務局要給的資料 現在時間是10點12分 到現在還沒有給 要資料要回應又不給 那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真的只能拜託主席副議長 幫我主持公道好嗎 那首先先邀請秘書處長 還有我們的農業局局長 還有我們的城鄉局的局長 市長 您請教 我是媽媽議員 您知不支持給爸爸媽媽媽 安心生育的環境呢 安心生育 當然能夠提供越好 越舒服的環境 當然 我們都會盡力來做吧 市長你說的非常好 因為你說我們的公托量 是全國之最高於五都總和 真的是要給你拍拍手 但是我要給你拆穿你的謊言 因為我們新北市本來就是 人口最多的城市啊 我要來跟您請教 全新北市有多少0到2歲的寶寶 5 4 3 2 1 72410人你都不知道 這是2022年的數字 我再問你下一題 全新北 0到2歲 4萬多啦 每一年出生的率我們都可以算嘛 大概 一年都2萬多 你算都算不出來 我算已經給你聽 我說72410人 全新北市的公托可以收多少個嬰兒 0到2歲 我剛剛有問局長嗎 全新北市的公托 將近7000多 將近7000多 不要騙人 是6000出頭而已 6000 67 然後呢 新增加的那個 第242間是 都多增加了 一點點而已 這個喔 這個數字 連十分之一都不到 我們再來看下一張圖 全新北市只有 每12個嬰兒 只有一個 可以進公托 這還只是0到2歲喔 還有那個 2歲以上要去幼稚園的 全新北市公托的核定人數 也只有3萬多人 還不到3萬5 34948人 這些都是 solid proof 都是數據喔 尤其是以人口比較稠密的 稠密的行政區 像是我們的新店區喔 整個新店區的公幼人數 只有2319人 另外呢 像是我的同事黃淑君喔 他也是一個家長淑君 請問板橋公佑難不難抽 超級難抽 隔壁的台北市 我們來看看隔壁的台北市好嗎 隔壁的台北市為了解決 少子化的問題 就推出了各種的補助喔 更重要的是我們的社會支持 也很重要 我們先來看看喔 台北市的生育獎金 請問一下我們新北市 有沒有這麼高 我們的生育獎金 沒有台北市那麼高啦 沒有齁 對沒有 一半都不到齁 第一胎兩萬 第二胎兩萬 第三胎只有三萬 連台北市的一半都不到 下一個齁 下一個齁 沒有上一頁繼續 第二個齁 有第二胎的家庭呢 社宅抽籤加籤有沒有 我幫你回答沒有 你自己都不知道齁 準公坡中心提高每個月 一千元的補助 新北市有沒有 你又不回答市長 你知道還是不知道 所以這些東西 台北市有沒有 台北市有的 新北市有沒有 你都不知道 中央沒有叫我們推高啊 我們怎麼提高 中央沒有叫你提高 那你不是說要為新北市多做事 你要看我們的財政負擔如何啊 講得非常好 新北市連續多年 預算都有餘額 而且我們還有稅額超收了 連續四年齁總共加起來253億 拿來作為社會輔助 社會資源 社會支持 照顧我們地方的爸爸媽媽好不好 因為這不是法定的社會福利 有時候中央還會給你扣補助款 你講得非常好齁 中央會扣補助款 那請問一下我們主計處長也在這裡齁 主計處長齁 這個齁 我們主計處有沒有跟中央溝通過呢 我們新北市是人口最多的城市 有沒有溝通過 有還是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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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些齁都是法定社會 其實齁 就各地方政府自己的財政財務 我知道你講很多次了啦 社會補助 增加社會補助的話 中央會扣補助款嘛對不對齁 但是呢 我剛剛也講了 我們其實有超收稅額非常的多 我跟議員報齁 其實齁 這一些齁 就是我們在抑制下一代的財務 謝謝 書面回覆喔 謝謝 感謝你 感謝你 書面回覆 小朋友 青年的便宜 書面回覆 謝謝主席 再試一下 好 不好意思齁 我再來請教下一頁 齁 其实除了我们的公托 公共托婴跟公共幼儿园的量能不足的话 在下一页 其实很多爸爸妈妈 新北市的爸爸妈妈 在新北市不敢生小孩 为什么呢 因为生了小孩也不敢送托送幼稚园 包括我自己的妹妹也是这样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们的幼稚园监察 这是连续三年 连续三年 109年 110年到111年 连续三年鸡查 每鸡查三家幼儿园 就有一间违规 三间就有一间 也就是说你走在路上 数三间幼稚园 数三间幼稚园就有一间是违规的 哇 也太夸张了吧 也太让爸爸妈妈害怕了 怎么安心 怎么安定 怎么团圆 托婴机构更夸张 侯市长在您任内的这几年 新北市一共有四起 虐婴事件闹上新闻版面 甚至有一名女婴还无辜的死亡 其中有一件还是被发生 在被评鉴为优等的公托 那我就要求了我们社会局 今天是那个副局长 社会局来提供疑似受虐的案件 社会局就提供了我 刚刚我讲到有闹上新闻的这四件 有没有其他的黑数 没有 确定 对 因为这一定要通报 非常确定 你在讲有没有 没有 好 光是我们办公室上任到现在才五个月 我们就已经收到了多起虐婴虐童的案件 而且我们都有通报社会局 你有没有承报上去 有没有 如果有通报我们都会处理 我们通报啦 我们有通报吗 现在是说我说谎是不是 不是 我是说 还是市长 您打算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这就是您侨带己的方式吗 那依法就是要通报 依法就是要通报 对 那我们已经收到承情了 局长 谢谢 副局长 谢谢 我们已经收到承情了 我们也有通报社会局 如果有通报我们一定会 我有通报 社会局还来我们办公室开协调会 有没有 应该不是 所以市长你到底有没有掌握吗 没有掌握是不是 下一个 下一个 下一页 市长 局长 副局长 不好意思 我想说你们可能违反了 这个社会儿童及少年福利保障法的第53条 因为呢 我们直辖县市 如果呢 有接获通报的话 不可以超过24小时不处理 而且要提出调查报告 相信市长 你应该会负起责任 如果说你违法隐匿的话 你要怎么让地方的爸爸妈妈安心 我们新北市民现在要怎么样安心 怎么样安定 怎么团圆 谢谢 我特别跟议员说明一下 该通报 该通报该处理一定处理 市长 我们书便回复给 麻烦书便回复给陈乃宇议员 请市主席哦 我是不是请局长 局长先回 那市长留下 那教育局长留下 那麻烦请警察局 廖局长 市长 你有没有听过2018年 在南韩爆发的恩浩房事件 恩浩房事件 你知不知道是什么 那个TG上面 我问市长 教育局可以回答吧 可以 所以市长不知道 他已经讲了 有关于不当的一些影片 局长你要不要讲一下 廖局长 就是有关那个 性隐私的影像的一个 呃 传播嘛 在网路上的一个传播 那这个 目前在 呃 卫福部 他的那个 信隐私 没有啦 我你知不知道南韩的2018年的 恩浩房事件 你就讲 我问什么答什么 好不好 所以你知道吗 所以市长你看是 可能突然忘记 这没关系 可能突然忘记没关系 来我们看下一页 恩浩房事件 就是当时在南韩发生 市长你看一下 总共有74名受害者 非常多嫌疑人 在这个群组里面 非法拍摄女性性剥削视频跟照片 那这件事情后来引发 轩然大波 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问市长一个状况 呃 跟廖局长 类似的情形 在台湾 过去几年来也发生很多件 你们知不知道 发生过很多什么 很多件 台湾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形 有有类似的案件 我问市长 不好意思 市长知不知道这个事情 当然一定有发生啊 市会性的这种暴力影片 然后市会性的一些 违法事情 尤其未成年被散播的 呃在这段时间 我们也都很清楚 所以市长知道吗 这个景象是有一点在 往前走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过去几年 在台南 然后在台中 都有发生相关的情形 那刚上一页 全国 受害者分布全国 受害者年龄最小到十岁 那其实这件事情 最离谱跟最恶劣是什么 他们一开始先诱骗这些 女性 拍取了某些照片 提供了之后 借由这些照片 再胁迫她 做一些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 我还问的问题来了 请教一下教育局长 张局长 这个事情 发生在学评阶段 跟教育局有没有关系 教育局可以做什么事 基本上 未来的下一代是数位公民 这一块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在整个媒体素养 从小的扎根 我在多次 在我们自己局里面的研讨里面 都把这个列入 未来整个数位教育 还有资讯教育的重点 你有做吧 这要做什么 这要做很多 校团通报性评机制 那个已经是后端了 前端的预防工作更重要 你觉得这个是做怎样 跟特教一样 台湾前面No.1 没有 这个东西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我们要看到 亚洲向日本韩国发生的事情 台湾未来就会发生 所以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来多琢磨 多努力 这是一定要努力的方向 谢谢议员之长 我会提醒局长 昨天三田摩议员对你的咨询 议员表达是民众的意见 你有你专业的想法 专业的看法 但是民众的意见 你还是可以回去评估 态度拜托你调整一下 可以吗 我会非常尊重 每个议员的建议 好 我拉回来正题 市长 跟廖局长 我请教你们 在过去这一段时间 你们知不知道 新北市有类似的案件 而造性剥削的案件吗 是 有类似的案件 好我先说一个案子 我们来看到 这个案子 有你们有发布相关的新闻 新北女性遭性侵 报私后呈服私 检方伸压 你们也抓到犯险了 我就直接问了 这个案子整个侦办过程当中 你们发布的新闻跟事实 我给你讲了机会 有一些出入 你们要不要讲一下 这案子有什么疏失 市长 这应该是很重要的案子吧 你应该有注意 要不要市长讲一下你的了解 局长讲一下了解 建议讲实话 诶 这个议员 这个案子 这个分局 讲清楚哦 一受理之后 他们就有去掌握 这个嫌犯的对象 然后有报地检署来指挥 那地检署 他也是核发巨票 我问的问题是 前端 警局受理这个案件之后 内部 先事后你们内部也有 对这个案子做相关的会议 内部这个案子有没有疏失 跟你们发布的新闻 有没有哪边 对社会大众 对媒体 是非属实的地方 对 我跟议员报告一下 市长 你请局长直接回答 因为这个问题非常严肃 市长 局长讲清楚 因为那个误案我不介入 我知道破案了 那局长来讲 那那个 跟议员报告一下 这个案子 受理之后 那个 就依照 这个性侵害的一个处理程序 要带到医院去验伤 那到医院验伤的时候 医院在受理的时候 发现 这一个当事人 他的 这个健保卡 的身份证 他有改名字 所以要求他要把那个 健保卡再带过来 所以第一次 在这个医院验伤的部分 程序没有完成 那当事人他还讲说 他回去 再把这一个 证件带过来 那第二次 再带过来的时候 然后就失联了 对不对 来市长 告诉你这个案子 多严重好不好 市长 你之前对抗枪支 瞬间破案 然后非常的雷利风行 我今天分享几个案子 这个案子 局长 我全盘掌握了 那你们内部 我都真的 人在座 大家都在看 没有秘密的 市长跟你讲 这个案子问题 好不好 新北女子 遭性侵报案后 呈服尸 报案后是什么意思 局长 4月18 当事人 这位已经 离开人事的当事人 在警局报案的时候 为什么 第一时间 凌晨5点 没有完成笔录 有完成 第一次为什么 没完成笔录 要确定 可以吗 可以没完成笔录吗 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跟他 到医院的时候 后来你因为什么 改过名字 然后因为建保卡 什么问题 你却要让这种 案件的当事人 消失在警方的掌握之下 失联 有没有失联 有没有 报案当时 这个我们处理的同仁 都有问他 他需不需要 做及时的保护 他妈妈也有到场 这种案件 他被清清两次 他被清清两次 报案你们可以让他失联 第三点 来我继续讲 这市长是专家 廖局长 你也没有专家 市长 你的博士论文是写 这相关的 廖局长 你也是这方面专家 来 4月19 第二次报案 我问清楚 4月19凌晨 一点第二次报案 为什么这个报案 还是没有完成 两次报案没完成 为什么 第一次刚刚讲的 就是证件的问题 那第二次的部分 好像那个 他的一个叙述 没有很完整 所以报案就可以没有完成 笔图就可以没有完成 来第三个 市长 社会局 这个案子 有没有在二十一小时之内通报社会局 有还没有 有没有 有通报 有通报 二十一小时内 有通报 要确定了 有 资料给我 有 警局 你们内部的检讨报告说 你们警局 来听我讲 你们警局的内部检讨报告 明确的写 通报没有完成 你现在说有 资料给我 市长 资料可以给我吧 好 我们再把那个 资料给移做 这案子 你刚才讲的 现场啊 你们后来事后内部讲 包含情绪啊 包含这些问题啊 这案子可以 在制作笔录的时候 没有社工吗 为什么没有通报社工协助 这个案子 应该 因为他这个当事人 他已经成年 我们有询问他 需不需要做 社工的一个陪同 那如果是未成年人 一定要社工的通报 跟陪同 那可是他如果是成年人 可尊重当事人的意愿 这个是依照规定来处理的 当事人意愿 你要问当事人 好 市长 你要不要讲一下 这样子 因为这个个案 从头到尾的详细内容 如果需要 市长不知道 不是 因为详细的内容 我不可能从 市长不知道 我不可能从 报案啊 这个过程 我说你不知道 没关系啊 这不是没关系 把前者 分担不一样嘛 我知道了 我懂 市长 我现在没有要骂你 我是说 这个案子 因为警局内部明确是有疏失 内部也内容可以做得更好 也有内部精进行为 我刚才讲的这几点 医院你刚刚提到的这几点 我们 医院你要我把你们这个分局 所有老底全部掀出来吗 医院请指教 医院停止教 医院可以公开说啊 我继续说 你可以公开说 我们紧急同源哪一个地方做错了 我刚才讲这几点 我现在要讲下一个 下一件 跟这个案件 市长 因为我现在在用到下一个 没关系啦 如果说同源有做错 你也可以公开讲啊 我刚才讲了 我刚才已经讲了明确了 你也可以公开讲 我现在要讲了 听我讲哦 市长 你说我再等你 好 类似这种案子 市长你的态度 是不是也要有案必破 这种案子 案子发生 当然要解决啊 对啊 如果 市长 我接到 这样子的案子的一个相关陈情 我刚才讲的 那个是你们那部 前面的案子 一个相关陈情 新北市 现在有一件 因为在侦办过程中 我不讲细节 但是类似 被害人未成年 嫌犯把他账号加好友之后 被害人交出照片 以为可以收到工资 然后后来他被反威胁 拍下很多不堪的影片跟照片 这件事情离谱是什么 市长我讲给你听 这个被害人 他想要报案之后 而且做了相关的情形之后 警方到现在还没有破案 而这案子分派出所受理 侦察队侦办 办不了 后来现在到刑大 刑大到现在好几个月没破案 我跟他们讲刑刑是怎样 这件事最扯的事情 市长回去查 我今天没有骂你 我希望你把它处理好 被害人报案当天 打电话到新北副优队 没人接电话 后来求助律师 六十日帮忙打电话 副优大队还是没人接电话 后来你知道怎样吗 你们去查 1999 那个1999 问说为什么副优大队没接电话 我现在先不跟你计较 副优大队怎么可以不接电话 服务人员跟律师讲说 那你到派出所报案都会有人 那后来当事人到派出所报案了 我描述到现在 市长应该可以跟局长 很清楚知道这个案情 但因为在侦办中 细节我就不多透露 但简单来说 这个案子报案数月之后 到现在还没有破案 而因为没有破案 嫌犯最最近 找到被害人的账号 找到被害人的同学们 威胁要到学校去堵他 本席才会接到陈勤 市长 本席请你比照 你对六十六腔积极办案态度 积极侦办实案 请警局努力 请侯市长 不要讲这是个案而已 因为N号房 只要有一个受害者出现 就代表数倍数十倍 数百倍的被害人 可能还被威胁 而为严正要求 廖局长 你不要再让新北市 发生被害人 报案发生困难 刚刚我讲三重那个案子 现在当事人已经 自杀离开了 委员跟你报告一下 谢谢议员指教 刚刚议员提的这一个个案 因为还在侦办中 可能不方便 讲太多的细节 可是如果这里面的过程里面 有需要我们警方在精进的地方 会后请议员把这个案子 资料给我 需要去了解一下 可以吗 市长可以吗 可以吗 这种个案 如果有 不要再讲个案了 不是啊 如果发生这个 这次你现在讲这个个案 我讲好几案了 没关系 没有两个嘛 不管一个 两个三个 这个一个个案出来 我们都要去了解 我们整个程序 有没有做到好 如果我们同仁做得不好 一定有被检讨的空间 我刚才讲够明确了吧 我刚才讲够明确了吧 那我们总是 我会请警察局 针对您刚刚讲的 您的资料 如果能够给他 没有我们主动去了解 到底这问题 就是不是议员所说的 我想应该更清楚了啦 如果是议员所说的是这样子 我想我们内部会做一个积极的调查 市长这案可以赶快把它破了 可以吗 那破案当然是我们的职责嘛 你有议员这案可以破吗 当事人现在被骚扰中 当然啦 那个议员你提供资料给我们 我们绝对订阅破案 对 你私下请你们那个承办的 没有办法 因为如果有报案 一定我们在这里有记录嘛 对你们有资料 如果你们认为你们的资料不够 你们找我提供 但是 我有的你们警方全部都有 好 那如果你有的 钱都没有就不用了 我们就自己印照我们现有的资料里面 去把它理清楚 他会破案啦 局长加油好不好 市长加油 我把时间给李宇强议员 那个警察局长 我跟社会局副局长请回 那个教育局长留着 市长 本小组提出的市政建言 都是反映民众真实的心声 也是我们最接近民众 我们近距离的观察 所以做得好 如果市府各局处包含市长 你做得好 我们跟你拍拍手都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做不好 拜托市长 虚心接受改善 这样可以吗 每个问题 有好的都鼓励 有不好的 我们都改进 虚心接受改进 市长同志嘛 当然 做得不好 但是要虚心接受改进嘛 有好的 请给我们基督同仁 多多鼓励 好 很开心市长 有这样子的一个公开表示 本来这是一个态度嘛 来我们来看一下 4月29号 那天早上 张局长 你从哪里出发到这个地方 我从桃园 你从桃园吗 这里远不远 现在 这个问题我没办法回答 这个问题你没办法回答 因为这种交通的东西 就每个人状况不一样 如果你坐车的话 你如果做大众运输的话 你会非常的麻烦 你说什么 你如果做大众运输的话 开车不麻烦吗 偏向 但是大众运输的话 会不会是非常的辛苦 这个地方在哪里知道吗 在海边 在海边 林口的海边 林口的瑞平国小 林口的瑞平国小 光是从林口市区 开车到那边 就要超过30分钟 在上班时间的尖峰时刻 开车过去 甚至长达快50到一个小 50分钟到一个小时 这个地方竟然没有在我们教育局 所提报列入的这个偏向国小 他以前是 他以前是吗 对 后来因为国民教育法修法以后 偏向的认定 由教育部统一全国来认定 没有 所以他后来就是 我们当我们把这个资料 因为报到教育部以后 他有审查 最后他就变成不三不 就是那个非三非四 没有 教育局长 你是教育的专业 真的是这样啊 你怎么回答这么外行的话 我做的是事实 来来我们来看下一张 教育局 这个教育部 偏远地区学校的分级及认定标准 对啊 他在第五条就讲了 这个是由直辖市政府 来提报的 拟据偏向的这个学校名单 而且如果说 偏向这个集聚的学校 有必要增加时 市府各机关 尤其是直辖市的主管机关 就教育局 要检据相对应的理由 跟相关的证明 来跟教育部申请 最后 市长 那个议员 你看一下最后两个字 当然最后并由中央主管机关 审查核定 那你们有没有努力过 有 都有做 这个问题是全国性问题 而且在改变的过程中 其实各县市都为这个问题 都跟教育部争取很多 局长 我跟你讲 这个地方你很清楚它的特性 你也很清楚它的交通的不变 我跟议员的心情是一模一样 我们都希望 这些学校都能够得到最好的照顾 我希望你这个部分继续努力 可不可以 好 这样子 议员讲的也不是不无道理 我们跟中央都协调 有时候个案 用个案的方式 能不能给予宽容处理 当然了 这时候 教育局要展现出态度 今天你为睿平国小 讲这个事情我可以接受 因为切实瑞平有很多 市长你也去过嘛 很多都去过 对啊 我会 麻烦 教育局跟教育部都沟通一下 好不好 我这个教育局长这一趴 最后讲 你昨天对三田摩一议员的这个态度 本期真的非常不能接受 请你不要用专业的傲慢 来面对代表民意发生的议员 你如果这样做 代表的是市府的局处首长 用专业的傲慢来藐视民意 就这样 我不需要你回答 我只需要告诉你 你记得这件事情 我必须为同仁的努力去汉匯 接下来 谢谢 五股坑 关音坑西断桥事件 这个本席在 施政报告的时候 有咨询过市长 是 来我们看一下那一天的画面 4月24号的时候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你说 你们又进去里面 结果呢进场之后 又伤了一个人 我知道啊 我知道啊 市长嬉皮笑脸 你知道你菜色情调 因为我当的知道 我们那一天 我们马上去 你都不觉得痛心吗 厂商马上停工 工地的公安意外是 没办法避免的 市长 最后宋局长讲这句话 工地的公安意外 是没办法避免的 我们新北市政府面对工地的公安意外 就是这个态度吗 报告一言 我们全部都在尽力防止 你要不要为你讲那句话道歉 公安都是单一事件 很多工地我们尽力去做 我们要尽可能去避免 你说没办法避免 我们尽量去避免 要死多少人啊 我们已经尽量去做了 要多少人受伤啊 市长 我们已经尽量去做了 我们每一个行业都尽量去做了 请宋局长倒下好不好 你那句话就实言 这样子我特别跟议员说明 国官 我们要严格的去做好把关 最好事情不要发生 没办法避免吗 最好事情都不要发生 我们全力以赴 当然最好不要发生 但你讲那句话 如果真的发生了 来 好 该追究责任就要追究人 刚才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我们来看可不可以避免啦 这个地方未处哪里 这条桥未处哪里 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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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梁定測的檢測頻率 像這種位於河口的橋 你每一年要檢測一次 我們每年都檢查 我當然知道你每年都檢查 每兩年要檢查四次 都檢查對不對 你在哪一年檢查處那個地方有鏽石 這個大概去年就有發生 跟醫院報告 我們就是檢查處有問題 所以我們就馬上辦招標 你在這一條橋 從110年的7月1號 你就上網招標 招了五次 一個簡單的邏輯啦 你上網招標是不是你早就已經發現 他已經有鏽石了 那你在110年的7月1號 以前已經發現有鏽石了 你到什麼時候才開始在維修 你到什麼時候才開始在維修 我們那時候就是招標要維修 但是因為我們用統包 因為金額非常小沒有人的招標 招了五次統包 統包標不出去以後我們再用設計標 你要去改你市政府的 記者是30萬 你可以用你的第二預備金 花到300萬去改建 這個東西人命關天 每天多少人在那邊運動 每天多少人在那邊進租 這個議員說明設計出來就是 1983萬 局長 110年招標 你到111年的10月21號 總共招標7次 因為金額太少 廠商不願意承包 市長 你展現你的態度 這人命關天 記者是30萬你可以增加到300萬 這個東西沒辦法嗎 他還沒有嚴重到緊急的部分 還沒有嚴重到 那一天已經多少人受傷了 我告訴你喔 這是一個公安事件 主席 這是一個公安事件 局長不要插話好不好 我沒有插話我要說明啊 那一天只要再晚一個小時 後果不堪設想啊 什麼叫晚一個小時 那一天只要晚一個小時 發生那件事情 因為你們做的是什麼 你們用什麼樣的施工方式 我跟議員說明 你們用什麼樣的施工方式 你聽我講嘛 你讓我講嘛 我現在問你 你用什麼樣的施工方式嘛 他是用兩個吊欄 然後把那個 你不要避重就心 你們用半半施工啦 當然是半半施工 半半施工只要在吊欄 不會有人通行 那個是沒有危險性的時候 才會有人通行 市長半半施工什麼意思 這個安全是 我們都考量過了 你不要誤導社會大眾 半半施工 一半施工 一半通行 但是我們在吊欄一定會管制 絕對沒有人在上面 除了施工人員 這個議員可以去查 我跟你講齁 去查我們的規範 你晚一個小時啊 沒有 跟那個沒有關係 如果我在吊欄 這就是職業的傲慢啦 這什麼傲慢 這專業的問題啦 專業的傲慢啦 專業 我先代表民意 再對你提出牽涉 這個現在 宋局長 你剛剛那句話 不道歉就算了 現在要展現專業的傲慢 虎勇理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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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你面對民意 所展現的態度 我在質詢耶 主席 我在質詢耶 局長在插什麼話啊 我在說明啊 你執行 我不能說明嗎 市長 針對這個事情 可不可以進出去解決 你可以去見許立農 為他吃蛋糕 這三名商者 你有沒有去看過他們 我特別跟 五一勞動節才剛過啊 我們每天都有慰問 前面那三個人已經出院 我在問市長啦 欸主席 市長 你五一勞動節剛過 重大的宣誓剛宣誓 你現在對於勞工不聞不問嗎 你對於新北市的公安 你事與無誤嗎 虎勇理市長 我在問市長 我特別跟 我特別跟議員報告一下 我現在在問市長 我已經有責程勞工單位 以及承辦單位 都去慰問 我告訴你喔 侯市長 因為你的一句話 還有宋局長這句話 代表整個市府的態度啊 五月八號 在林口 又一個寶貴的生命啊 三十四歲 就從工地 又摔下來走了 這就是新北市現在的現況啊 侯市長 我們對公安 虛心接受改善 我們對公安一定很重視 當然在整個施工的過程當中 專業一定要 最重要是要把勞安做好 還有公安做好 我希望你不是只是說說 我們一定用這個方式去面對所有問題 我已經只用到別人的時間了 我希望你不是只是說說 請你們改善 我從來沒有說 沒有這樣 我在這裡十三年了 我對公安非常的重視 我一定會 那個市長 總是是一個事實 公安是要重視沒有錯啦 他剛才講的是你們 發飆的時間 因為 因為 施工的時間 我這樣講 讓我講完 那所以 所以 後面發生的問題 是不是跟 時間的延誤有沒有關係 這個 這個是我看到的 那 那假如沒有關係的話 那我們議員提了意見 你就 幫他回去好好去研究 以後 比較有這種事情發生 就好了嘛 好不好 我們議員的 那個局長 局長 我們議長的諮詢 如果回去 有一些問題 我們會去重新再去談 檢討一下 好 那那個 我再去問一下 那個 我們 那個行政院有核定 校園周邊 既行車 安全道 改善計畫 我想這是教育級的事 然後 經過那個 中央的一個 瞭解 是新北市沒有送到半件 抱歉 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可以啊 好 我跟議員報告老 因為當時在去年 年初調查的時候 簡短好不好 中 學校的調查的 跟現在的需求有差距 所以我們現在是滾動式修正 就是只要學校有需求 因為你們的 學道隨神 媒體上的搭戶也是混動式修正 對 但是我是這樣講 而且北北計算的狀況都類似 你說你們已經要完成了80個學校了 但實際上 新北市有250多個學校 對 所以基本上來講 還有多少 還有170個多學校可以監到 所以我是想說不要 中央要給錢 我們自己都沒有好好去珍惜 像侯市長常常講 錢不夠 錢不夠 結果人家要給你錢 你還不要 這個實在有一點 有一點點不夠努力 好像我們很好的 如果你要提我 我們很珍惜中央的職業 局長 昨天我想我也有跟你糾正 就是說我們議員在執行的時候 其實是議員的執錢 拜託一下 請你尊重我們的執行錢 這是基本上 其實我們議員到最後 是由選票選民來做決定的 不是由你集長來做 你們的是依法行政 你們是按照行政前來做 那我再請教你一個問題 那個林口的那個啟治學校 我看現在名稱叫做 林口特教學校 對 特教學校 國中部為什麼要裁冊 跟議員報告沒有裁冊 沒有裁冊 從頭到尾都沒有裁冊 因為他是 建府被鑑定完了以後 他依照學生的需求 你有講你是鑑定完以後 到到學校去讀嘛 結果現在只有一個學生 上次有 沒有 現在是不是只有一個學生 就是學生 就是看他的需求 然後跟家長做一個 對 那為什麼昨天 昨天我們某議員提的 家長的陳情有六百多個 他們要去讀 卻沒辦法進這個學校 沒有 沒有 沒有這個問題 是個案有幾個有想讀 但是也有家長 分發到那個學校也不想讀 那我跟你講 這種狀況都有 那個局長我們都知道 因為我在教育審查 我也是十幾年的啦 所以這個融合教育 我很清楚 對 你們 你們沒有錯 你們是把特教 希望能夠播到各校 去讀融合 對 但是有一樣東西 你們沒有 因為 因為那個特教生 有分輕重 對 的級別不一樣 是 那你有些重度的 一定要集中 在這個特校來讀 沒辦法 是在融合的時候 我想會陳情的就是這些家長 因為我想說 假如今天 有爸爸媽媽 希望自己的小朋友 直接就把他定位為 他有問題學生 不會 他們希望是說 以後跟其他的學生一起成長 長大以後跟他們一樣 甚至於能力比他們更強 這才是爸爸媽媽的心聲嘛 對啊 那有這麼多人陳情 你們又應該把民眾的意見 納進去 會 好好去修正 然後再來就是說 國中部 拜託一下 你們用行政手段 用行政暴力 限制 那個招生 國中部招生 只有哪裡 只有那個領口 是不是 特教學校 基本上 林口是 當然就進入學 在設計上是比較符合 可是這個學校的設計 他是為特教生而設計的 特教生來講 就是只有新北市 四百萬的人 所有的子弟 就是唯一 只有這個學校可以讀 所以你不能把學期設定在 只有林口 所以你們 我說你們用行政手段 暴力的手段 去來強制學生 沒辦法去讀 他不是不讀 不會啦 我們會真正見譜 我這樣講 我提這個意見 你可不可以修正 對 我們其實現在 假如你可以修正的話 內部就是這樣的處理 我們好好去處理一個問題 沒有問題 我們是要解決問題 不是要 我們不是來這邊罵你 對 我知道 所以我退教生 他們要的是什麼 是希望能夠 你們來讀的時候 新北市有這個學校 假如 因為現在我們 把他設定只有林口 就變成說什麼 用行政手段 去強迫學生 沒辦法去救助 我覺得第一個要開放 第二個 你應該去評估 因為我們很多學生 是轉介到台北市去的 那轉介到台北市 其實那為什麼要怎麼樣 是很多事情 我們要怎麼樣 我們要去做評估 是不是再改善 讓他變得更好 我只是提出這方面的意見 因為今天時間會長有限 我沒辦法講很多 對 我們八百多萬特教班 希望你說 我們 那個 我們的那個市長 跟局長 幫我們的建言 納入好不好 好 這意見很好 我要請那個 民文區來把這個意見 我們努力會來 往這個方向來 把他這個 往這個方向來走 好不好 謝謝 請局長說面答覆 市長好 你好 美鳳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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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我關心特教案的事情 市長 我其實心裡蠻沉痛的 我也很心痛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子的事情 昨天老實說 我們議會開會結束之後 我接到許多特教生媽媽的電話 甚至 有非常多的特教生的媽媽 在看著我們議會質詢的轉播直播 多少人流著傷心的眼淚 市長 我希望你真的可以把我們的訴求 把這些特教生家長的心情 還有意見聽進去 可以嗎 可以理解 完全可以理解特教生的家長 真的壓力很大 我完全可以理解他們 一個家庭有一個特教生 其實他們的心理負擔 尤其他們希望能夠做到更多情的照顧 我相信 一般家庭的孩子 爸爸媽媽已經非常辛苦了 對 更何況是 這樣子特殊學生的家庭的案例 他們會是多麼辛苦 我們是不是要用更多的同理心 要去諒解他們 要去保護他們 去愛護他們 因為他都是我們的新北市民 都是我們新北市的孩子 市長 我真的真心的希望 是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希望不要用專業的傲慢 再來對待人民的聲音 好嗎 市長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面對非常專業的特教 怎麼一直把它照顧得更好 市長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好不好 我昨天 有特別提到 其實 我昨天沒有在否定特教人員 特教的教師 他們的努力 我只是在說 我們本來就要應該 依他們的 輕重度 或是中度 這樣子的 特教生 因為這樣子的特教生 他們需要 完全性 無障礙的空間 但是現在這個案例 我延續來講 新北市的特殊學校 目前只有 國中部和高中部 但據我所知 家長連署 經過 林口那邊的議員 開會協調會後 特殊學校今年 才會招收幼兒部的幼兒 到這裡 我說實話 我昨天還沒有講到這裡 教育局長的心情 已經非常激動了 其實我後面要說什麼 我是要謝謝教育局 我要謝謝教育局 什麼 我對他們表示感謝 因為讓他們有幼兒部 是不是 這個幼兒部對他們來講 是有多麼重要 延續升學對他們來說 有多麼重要的事情 但是 問題來了 唸完了 新北特殊學校的 幼兒部 要去念小學了 一般學生大部分 都是直升同一個學校 對吧 像這樣有特殊案例的 學生 是不是都是會直升小學部 沒有錯吧 反正我們 建府會一定會依照 學生的需求 去做 但是喔 做最好的安排啦 問題來了 新北特殊學校 就沒有小學部 可以就讀喔 沒有 他沒有小學部可以就讀 唯一一間 新北市的無障礙空間設置 最完善的特殊學校 居然沒有小學部 有 有小學部 請問是什麼考量 來 局長你不要跟我說 沒什麼需求幹嘛的 我都確認過 真的有 我們現在民間團體 有600連署的家長 超過600位 如果這不是需求 那這是什麼 如果這個連署不是需求 這些家長不是新北市民嗎 這些孩子不是我們新北市的孩子嗎 會來處理啦好不好 又把我們新北市當作塑膠嗎 沒有 報議員我們每一個孩子我們都很關心 一定會來用建府會來接住 再來 我還要再講一件事情 新北市的教育局長還曾經 跟他們表示 可以幫忙轉介到其他縣市 如台北市教育單位 這種態度是應該嗎 我 市長 你問局長他有沒有發過這樣的公文 請先說清楚是我說明 你有沒有發過這樣的公文 我發公文 用市長對待弱勢的態度來檢視 新北市這座城市是否聞名好嗎 來 報告議員 市長我不用跟你多說 市長 本席具體要求 一 新北市特教學校國中部維持 並且開放給全區新北市的特殊學生申請 二 新北市特教學校國小部重新恢復設立 並且比照國中部全區開放 三 加強改善願意投入特殊教育領域的老師 助理 以及人員的薪資與保障 因為他們都非常非常的辛苦 四 讓學生家長代表 可以參加學校對特教生權益審議的相關會議 市長 如果你對弱勢族群的態度 攸關於城市文明的程度 請你不要默示他們的權益 請你聽進去他們的心聲 這些人 都是辛苦的在活著 堅強的在生活 市長請你聽進去 我今天也要把這些新北市特殊學校家長的連署書 現在我要把他們的連署書交給侯市長 請你用心聆聽他們的心聲可以嗎 謝謝議員 謝謝市長 市長 再拜託一下 放著就好 好不好 從那邊在這裡收東西了 好不好 好 市長 在這一開始喔 我還是要先跟張明文局長說 請不要用你的專業傲慢 來面對議會的質詢 我告訴你 我很尊重議員 請你不要回答喔 我非常尊重 剛剛三天摩一議員跟您講的是林口特殊學校 我也很重視議員的建議 其實重度身心障礙者的班級數 新生 非常尊重 可以不要講話嗎 我們重度身心障礙者的班級數 目前在新北市的分配是非常的不均的 我相信您非常清楚知道這件事情 不需要讓我一億點名 所以議員也建議過學生不要到林口特殊學校 你也建議過嗎 你們是不是請張明文局長不要插話 我們只是跟你點名問題 你一直插話 讓事情模糊焦點 來 我們開始放一段音樂喔 在我的質詢當中 我們都會伴隨著這一段音樂 市長我想詢問你喔 這段音樂你有沒有覺得很熟悉 少年祈禱 蛤 少年的祈禱 通常聽到這個音樂是代表什麼 要倒垃圾對不對 我們新北市清潔人員圓額有五百 五千兩百九十八位 大概五千三百人喔 平均每人要服務七百五十名的市民朋友 市長我可不可以具體要求您 我們是不是可以在明年度 來增加我們的圓額 跟增加我們相關的福利 這樣子啊 圓額的部分我們盡量增加啦 蓋我們的預算圓額裡 可不可以具體承諾本小組 您要增加多少圓額給我們 跟議員說明喔 是 我們現在的話大概也知道說 其實我們有跟各度去比較啦 是 那當然你說要跟台北市比很難比 但是我們現在是就 我沒有要你跟台北市比 我希望你改善我們現有的福利條件 我了解 請問你具體要增加多少個圓額 是 我跟議員報告 其實我們有很多種面向 第一個安全先考量 是 所以我們先把資源投入在安全裡面 第二個減進同仁工作負擔 所以我們設了很多的那個自動化的分類設施 沒有沒有 第三個議員提到的 具體回答我的問題 你明年 因為剛剛市長已經講了喔 他願意來增加圓額 請問你明年預計增加多少圓額 請問你明年預計增加多少圓額 欸 這樣 這樣子好不好 好 我想去年同仁 你關進他很辛苦 能夠多增加圓額 是 我一定都非常的支持 是 我想這樣子 請我們的環保局長回去再去精算 到底我們可以增加多少圓額 市長我跟你幫你精算完了 基本上我們目前喔 希望 他也要看他整個議員 我跟你講 局長非常清楚狀況 因為其實之前我們精算過了 我們預計喔 希望可以增加200圓額 可是我不要求200 是不是從50人開始 跟議員報告 其實謝謝議員關心啦 那因為現階段你要馬上增加圓額 勢必我們要盤點各讀 以及我們新北市成人狀況 還有同仁更能辛苦 所以我們現階段我們有用工法的交助 補助 沒關係喔 那我現在再繼續講 去年十一 去年的時候台北市喔 我們12月7號 我們台北市的夜點費 從100元增加到200元 並且追溯到去年的11月來開始發放喔 可是我們新北市已經慢人一步了 因為我們預計增加的是80元到120元 對嗎 對 增加50% 從什麼時候開始發放 明年1月1號 我們為何不能比照台北市呢 我們的福利條件已經比別人差了 為什麼我們還要比別人晚發放 其實議員我覺得還在完成我們整個法令 那個預算的編列制度這樣比較適合 好 市長我跟你講喔 你今年在清潔隊的稅收裡面 你增加了快超過1億喔 這個是有相關數據的 但是我們清潔隊員的福利並沒有增加 為什麼我們今天 我們的相關的一些預算的動用 市長就喊沒經費 而且在相關的財務規劃上都還要在研究 卻把我們的清潔隊員的相關福利給忽略掉了呢 好 我現在邀請喔 我們招新議員來做補充 市 市長 剛剛從種種的質詢喔 包括我們水利局長講的 我跟你講重點就是錢啦 錢就是態度 我跟你講什麼沒有錢就做不了事 那你呢 如果把這件事放得最重要 你就會把預算放在這邊 剛剛講到說那個清潔人員的夜點費 區區增加40塊而已喔 就要明年 台北市是Double 我們是台北市現行是200塊 他追溯呢 市長 我跟你講齁 如果你沒錢 我呢 具體建議 我的建議款 我就讓你發 你今年就開始發 發我們的這個夜點費給清潔人員 表示 我們對清潔人員的重視 不要到明年啦 如果它很重要 很需要 市長 我具體建議可以嗎 我的 我的 我的建議款 貢獻給我們的清潔隊員 從今年此時此刻開始發 可以嗎 市長 這樣子 我先請那個 市我簡單跟議員報告 謝謝議員爭取夜點費喔 不用你講啦 我們在講市長的態度啦 因為議員是要跟台北市比嘛 台北市10點才可以領 我們是9點 我跟你講是 市長 你還要跟我講說 10點 9點 台北市服務的原額 市民人數 跟新美市怎麼能比呢 剛剛已經講了 所以我來說 我們需要能夠讓更多同仁 能夠受到照顧 所以我們時間就把它調整到9點這樣 市長 重點在於夜點費 只要補助一人40塊而已 你一定要半年才開始補助嗎 不能從今年開始補助嗎 今年開始 今年補助 這樣子齁 因為議員所說的建議款 它部分只能用在 都在用在資本門 沒有用在經濟 市長 我跟你講 經費都是你們調整的 要不要就是你一句話而已 我已經講了 我貢獻我的建議款 給新北市政府 可不不一樣啊 沒關係 你就去調配嘛 你就去調配啊 可不不一樣啊 可不不一樣啊 你看你就是不要嘛 我已經拿出最大的誠意 讓你呢 有經費可以運用統籌了 你呢 還是不願意把你的錢 花在經濟隊員身上 那個是資本門 跟經濟隊員是不一樣的啊 市長你一直說齁 我們的基層同仁辛苦 我們的基層同仁辛苦 基層同仁辛苦 沒有嘴巴講的 有責任都是基層當 有福利呢 卻不敢花錢給基層同仁 跟您講說 從今年現在已經過了快一半的年了 不用花一半的預算了 居然市長還是不願意 我們這麼誠懇的 拜託市長 謙卑的拜託市長 然後呢還願意說 如果你真的不行 我把我的配額款 今年的建議款 貢獻出來 讓你統籌運用 拜託市長 你還不願意 你還不願意 那我怎麼辦呢市長 那個使用的科目不一樣啦 議員 我知道你就是好意 希望能夠及早把今年把它花了 我也可以體會 那就是 你呢 對於清潔人員的這個辛勞 只有口號 只有口號 許跟議員報告 其實我們市長照顧協隊員 局長請你不要插話 我們的三姐現在都加一補一 比勞基法還好了 加一以及補一 所以兩個都可以補一 如果妳要針對這個問題 我下次專門你的時間 我跟妳討論 沒問題 謝謝議員 真的拜託我們的侯市長 在他落跑參選之際之前 先行的旅行承諾 讓我們的清潔人員的夜點費 可以先從80元 委屈的80元提升到120元 還是委屈喔 不要跟我說提早一小時 我們的基本額數就是比別人少了 是不是 侯市長 這是政策 拜託妳好不好 我們具體的承諾 是不是從現在我們來發放 我跟議員報告齁 其實剛剛議員所建立的那一些 大部分齁很多都不是法定的 而且齁 局長 請你不要回答 我再問市長 因為市長還有第二玉背金可以動用 在他還是新北市市長的任內 我們具體要求 希望市長 拜託現在開始發放好不好 我的每個議員報告 我知道大家關心清潔隊員的心情 我完全可以理解齁 那因為今年在議會 剛開始的時候才提出來 那提出來我已經責成我們的環保局齁 正常我們是按照預算的編列啦 那如果在今年在相關的科目 又在環保局 如果有一些可以來支持的 那我會請環保局回去評估一下 好不好 市長謝謝 其他局所長可以請回 主席市長 這是我第一次總質詢您的 我個人最後的時間 我有一個最後 但對我來講是最重要的問題 好您說 我要質詢你 而能按 新北市這個市民 在中和的小男童兩歲的恩恩 在去年4月14號感染了COVID-19重症 那他經過81分鐘漫長的等待之後 由新北消防局的救護車送往雙和醫院 經歷了急救跟治療六天 在4月19號過世 那也成為了台灣Omicron便衣株 大規模流行後首例兒童重症與死亡的案例 那恩恩的爸爸林黃明先生 他無法理解的是 恩恩在發燒意識不清的狀況底下 他跟妻子很守法的 按照政府的規定跟指示 撥打了中和衛生局 防疫專線1922 跟新北消防局緊急救護醫19專線 不斷的尋求協助幫忙電話不通 等待指示跟等待救護車送醫 整個過程 81分鐘 送完恩恩最後一程之後 恩恩的爸爸他想要知道真相 他想要知道是 為什麼新北市消防局 救護車要等81分鐘才能等到救護車 這中間發生什麼事 流程有沒有問題 行政有沒有疏失 誰該為這整個延誤來負責 他也依照 政府資訊公開法 自己準備好資料 正式提出他申請 那整個過程中 市長你跟你的團隊 在案發後 在一開始 態度上是拒絕完整的提供恩恩爸想要的資料 過程中 我們來回顧一下發生哪些事 消防局演戲 露營檔 讓吹哨者揭露 刑事的偵查 監察院的調查 國賠的提告 到現在 恩恩的爸爸還在追求真相 現在我們知道的事情是 監察院已經糾正新北市政府 他認為這個悲劇是政府失靈 中央有責任 地方政府也難以卸責 新北地檢署的新聞稿寫得非常清楚 根據消防局110年6月3號的變遷 指揮中心各類案件標準作業程序 及COVID-19 疑似或確診病人處理流程 這個流程圖 就是我們一直想了解這個獨創全國的這個流程圖 是誰創的 地檢署的新聞稿寫得很清楚 就是當時消防局的勤務中心主任決刑 地檢署的意思是認為這件事情 不應該上綱到刑責 但是 眾有不夠周延或全面之處 亦因屬有無行政或政治責任的問題 所以 市長你關在嘴邊那句話 交給司法 司法告訴我們是 這件事情最後 行政或政治責任的問題 針對恩恩案 市長 侯市長 你曾經說過 你對林黃明先生的喪止之痛感同身受 會自我反省 負起全部責任 也會檢視所有過程 在今天 恩恩案發生一年多 393天 我受選民的托付 在這議會殿堂質詢你 我要代表林黃明先生 認真的 誠懇的 問侯市長 針對恩恩嚴誤送醫81分鐘的事實 你在檢視所有的過程之後 我也只有這個問題 在我第一次總質詢的最後的時間要問你 你是否願意承認 新北市有疏失 並且向林黃明夫妻 跟他們家人致歉 我只問市長 您 這一個問題 這跟局所長無關 市長 你願不願意承認 新北市有疏失 並且向林黃明夫妻 及其家人致歉 我的問題很簡單 有30秒的時間 請市長回答 這個部分 我還是要先跟 主席請市長回答 在這個時候 請市長回答 有非常多的 很多的一個病毒的狀況 我們都非常的努力 主席 這件事情發生 主席 我們也盡了力氣 主席 我們也給予醫療的支援 你到底在幹嘛 我們也給予非常多的支援 主席 在這 那也經過了 也經過了調查局 也經過了檢查 這樣子 我們對於這些都非常的尊重 這樣子 謝謝 我可以感同 你家子的心血 主席 你要還我30秒 我的問題很清楚 OK 市長你是不是願意承認新北 等一下 還你30秒 好 開始 我可以感同家屬的心情 那經過監察院 也經過這個地檢署 不起訴主任 講得非常的清楚 我完全給予尊重 我們期待 這些事情不要再發生 所以不管是消防局 衛生局 以及我們相關單位 面對這些事情 我們不斷地要去做管施 不斷地要去檢討 讓這個悲劇不再發生 所以只有尊重 沒有道歉 我總之用一句話 歷清393天 恩恩的家父沒有得到道歉 市長你今天做出了選擇 藉由這次的諮詢 也留下有意思的進入 其他的交給台灣的人來民怕 台灣的社會會給民產怕 或者歸戰爭 影響是嗎 反正グals Prayer手 小心 醫院政司長 白安前 肺危 肚 Alzheimer 四千里 安全 肺危 肺ifer 3M市長 沒難見 沒欺騙 沒獨立 主席 我怎麼少一分鐘了 好 沒關係 市長 首先 剛才我剛剛提到的 公務局的山坡地社區報告 現在時間是11點11分 到現在還沒有來 第二件事情 我們要安坑輕軌的營運量 市府又不提供了 我們議員要求的資料 是不是可以提供 請市長承諾 不是 議員要的資料 我們當然要提供 但是你要給他有時間準備吧 好不好 你昨天公務局長說有的 沒關係 來 市長我有請您喝茶 這個茶是我們平林的文山包種茶 請市長 這個 我的質詢時間 您拿了這個115萬票當選的 我想市長您施政應該不分藍綠吧 對不對 從以前到現在我做事都是這個態度 非常好 感謝市長 但是我希望回歸到市政專業討論 當然 回歸到市政專業的討論 乃魚爭取的公園建設 人行道還有道路修散建設 這都是跟我們市民生活息息相關 那不曉得 市長 為什麼乃魚的議員配合款 都還沒有下來 還是你不重視我們新電深坑實定平林屋來 這個我不來了解 我要回去了解一下 好 沒關係 市長您承諾我 我的經費什麼時候會下來 5月17號以前好不好 因為我怕你5月17號之後有事比較忙 不是 我要回去了解一下 因為我真的沒有管我事 那你想一個時間點 什麼時候 我要回去了解一下 回去了解一下 什麼時候 你會答應我他會下來吧 不會明年才下來還是後年 為視頻好的大家一起努力 好 為新電深坑實定平林屋來 好的 市長我剛好有請您喝茶 我忘記請這個秘書處長 還有我們農業局長和城鄉局長 謝謝 請他們喝茶 好多人 等一下還有還有還有 還有長 這個齁 那個請教一下市長 市長你知道什麼叫地方創生嗎 地方創生的意義是什麼 秘書處長 城鄉局長 還有我們農業局長 市長 地方創生 你答不出來沒關係 地方創生叫做協 我們做了那麼多年了啦 所以地方創生叫什麼 定義是什麼 公議員我們像在我們農業局部分 我們有推農業創生 但是我們的重點是 行為產業的聚落或產業烈 非常好 這是在我們農業創生的部分 農業局好棒 局長好棒 那整個創生呢 那目前呢 我們還有會把USR引進來 就跟大學合作 因為這樣子一起做 感謝 那麼現在目前呢 那在地的部分呢 就當然沒有特別重視青年人 但是當然不只是 不只是青年 是 秘書處長謝謝 還有城鄉局長謝謝 這個 地方創生其實就像剛剛農業局講的 這個我們要協助地方發揮特色 來吸引我們像剛剛農業局長有提到 我們的茶的產業 吸引產業進駐人口回流來繁榮地方 我怕這個市長比較不了解地方創生的意義 所以我來解釋 我做了十幾年了 每天都在地方跑 所以我們要結合地方的特色跟文化 你要講的是平林啊 對對對 還有其他地方我都去了很多次 其實新店也蠻有特色的 我知道啊 先請教市長 1989年4月7號 您記得您在做什麼嗎 1989 4月7號 有點久 您忘記了 沒關係齁 4月7號 當時您是中山這個警分局的刑事組長 請問當天是不是由您帶隊來逮捕鄭南榮 我知道你要說什麼 我先幫你搶答 你是依法行政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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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不可以串联我们的安坑轻轨 然后还包括我们的捷运局 是不是有机会可以把它变成 让轻轨延长来到人权博物馆 那本席要求教育局 文化局 捷运局和观光局 跨研议来推动 市长您同意吗 可以哦 这个报告会给我吧 我怕你又不给资料 要是在捷运站的两公里在土地里面 主席我插个话 其实我那个小孩 幼稚园而已 他隔天都会交作业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们的局处首长 我们的这个市府单位 都不交 我们要的资料都不给我们 没关系 市长您刚刚喝了这个 这个这一杯茶 你都还没有喝 喝一口试试看 因为这个茶 不只是这个矿泉水而已哦 这个水是我特别从我们的平林山区 接回来的山泉水 然后装在这个瓶子里面 放进我们文山包种茶的茶包 冷泡而成的这个冷泡茶 我手上这边也有一瓶 这一瓶这个冷泡茶呢 是我们这个在地的特色 深坑石定平林都是我们的茶香 想请教市长 有什么地方创生的规划吗 包委员 这是刚刚那个农业创生 我们在那个地方 像平林有一个茶清协会 他们就是我们创生的部分 他们今年度 从去年开始有一个很特别 叫茶庆酒 是全台湾第一个 也得到世界的 国外的买主都来经营 就是它有它是茶 但是有酒气 可是又没有酒精的成分 那现在这个部分 我跟你讲 我刚好有喝过 我刚好有试喝过 其实还蛮不错 但是我跟你说 但是我跟你说 我们的手上有这个 预算书吗 市长 我手上没有 我们手上刚好没有 来咨询 不用带预算书 没关系 我们新北市的地方 创生 花了多少的预算 然后赚了多少钱 金发局长还在睡觉吗 这个我们金发局自夸说 111年12月辅导的 产品礼盒 创造了450万的营业 而450万看起来好多 市长 我们新北市 请问我们新北市 有几个这个行政区呢 义座不好意思 是不是容我报告一下 我们平均下来 每一年的年营业额 每一区的年营业额 只有15万 哇 这个15万 年营业额就15万 其实这里面的产品 我们都是请米其林的大师 来创新的产品 但是事实上 大量的一个推销的时候 是可以让他们回归到 他们各自的通路去执行的 本席要求 针对我们的 不是 阿里还要上去挖机回答 跟蒋老板 没有 我没有一个重点 我的重点都还没讲 可不可以给我们30秒就好 不可以 我说不可以 你要给我30秒的话 你给我书面回复 明天放到我桌上 不然就不要讲 好 那个我们地坞创新 我们地方创新 不是卖礼盒 我刚刚一开始也有问市长 地方创新的第一 我们是要带动地方的繁荣 我们要带动地方的产业 我们要结合在地的特色 不是做一个礼盒来卖 然后一年只卖15万 比市长你一个月的薪水还少 那个不对 所以我想我们在书面资料会 正式说明说怎么样去处理这一块 因为我们真的是非常的用心 那可不可以 有品和包装 那可不可以针对我们的文山包种茶 提出结合地方特色的行销 观光跟产业规划 而不是做礼盒来卖商品 行销地方创新 不是做文创商品 可以吗 我问市长 请问 本来就是这样子 对 本来就是这样讲的好 谢谢市长 我特别跟议员讲 我谢谢市长 我已经去过很多次 当然除了设计包关以外 也要帮它做行销 还有整个地方产业的结合 整个观光的体验行销 这都是我们疫情后 时代非常重要的困难跟挑战 这几年我记得很多 每一个我都认识啦 市长 你刚刚我这瓶茶 你到底喝一口 我特地从平林带回来的水 这个水泡茶的这个山泉水 是我特地从平林打包回来给你的 你知道吗 其实翡翠水库就在我们这边 翡翠水库在我们这个 新店深坑石定平林屋来这边 但是水库旁边的居民 却没有自来水可用 该怎么办呢 如果遇到枯水期的时候 就没有水可用了 那这个时候假设 我问市长 假设 现在此时此刻 假设现在就是枯水期了 现在right now 就没有水可用的话 居民要怎么办 或者是市长 你要怎么多做事 这样子 其实我也知道 毁坏水库坐车的经营真的是蛮辛苦的 这个我都还能够体会 我家隔壁有水 我没有水人会喝 所以他们也是乌鸡 所以第一个 杰利珠来水的部分 我们乍你推广 万里真的 真的都没有了 那现在right now呢 怎么办 万里都没有了 我们会设临时的这个 我们现在都跟公所联络 只要缺水都会设临时供水站 好临时供水站 那假设我们今天要送 叫水车送上山的话 请问要叫几顿的水车 这个我们都请公所处理 请公所处理 我告诉你就没处理啊 有啊公所都有处理 我自己自费叫的 上一次都还没有干 那你要不要补贴我还我钱 我自掏腰包 那是第一次 一人有叫一台 因为那天 因为那天他们就已经没水五天了 要不是我叫他们要没水到什么时候 从那次以后都是我们处理啊 对就是我提醒你 不然你们就不叫啦 你就放他们没水喝 没水洗澡嘛 他们没有这么反应 没关系 地方的爸爸妈妈 地方的小孩们都在看 市长是怎么对待我们地方的人民 市长 我要再讲到的就是说 我们的碧潭水舞 我没有说碧潭水舞不好 我也没有说碧潭水舞不要办 但是回到刚刚我们那个地方创生的概念 碧潭水舞 跟我们的这个地景装置艺术 其实总共一年要花八百万的预算 八百万 八百万 你这个 如果说我们今天花了八百万 你上个礼拜说 办活动要留下记忆 我们可不可以办一个更好的活动 我们新店的商圈 这旁边就在壁团旁边 有很多的百年老店 日常生活用品 百年饼店 价装行 什么饼铺 然后算命 占卜很多 我们地方创生 可不可以透过 像这样你刚讲 八百万的预算 我们一起来结合在地的商圈 融入更有这个文化意义 在地意义的活动 我最记得那天开幕 从花莲台东 找了一个活舞的表演 所以我们新店没人才 报告议员 这个活动我们总共 回舞就为59天 其实期间是非常长 我知道你找外地人来这边摆摊 这个相关的活动表演 其实都是可以结合台湾的 都是可以不错的表演团体 会对新店在地留下什么印象 对壁台留下什么印象 认识壁台多少 没关系 本席要求研议如何 让这八百万的预算 真正花在道口上 推广真正属于新店文化的活动 让来参加的大朋友 小朋友都可以对新店 留下深刻的印象 认识新店的文化 跟议员说明一下 其实 这个也都是跟我们经济的商场商 包括农湖市集都有做结合 所以我们今天不是一个 包括一个观光水舞 也要搭配我们周遭的振兴经济 你帮我挑到这个代金这一页 好 来想请教一下 这个市长你帮我看一下这条路 上面呢 这个有我们市政府的路灯啊 红线啊 然后还有公用的电杆 请问他是开辟道路吗 这一条 已开辟道路是不是 好 根据今年1月1号才刚刚修法上路的都市计划 融机转移许可的查核要点 捐赠道路必须要已开辟 对不对 这是我们现在的法令 1月1号才刚刚上路 而且才刚刚修法完 这一个是不是已开辟道路 这个要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好 没关系 你已经今年1月1号才修法上路了 要不然你就再修法 要不然 睁眼不要睁眼说瞎话 既然这是已经开辟的道路 就请让人家依法捐赠 不要强迫别人用代金的制度 这不是单一事件 这不是单一个案 现在几乎每一件事情 就是人家开辟的道路 你全部都用 好 双腿制 那就不要强迫人家选择拜金 没有 没有 强迫 这怎么会强迫 可能有人给议员误导这些法令官 主席 刚才我已经提醒你了 这个 我们新店有公托 是公托 发生虐婴事件 请问现在到底掌握了吗 有啊 还没有 是哪一间公托 要不要现在讲 有啊 这个有啊 哪一间 还不知道 没关系 这个家长呢 上个礼拜 又再打了一次电话 去问社会局 社会局回他说 哦 完全没处理 还没有进度 现在还来不及处理到 来 我们再来看照片 这个是从爆料公社下来的 这个陈情人 有来跟我们陈情 他自己也PO了爆料公社 说他们每天下午的点心 都吃冰过的没有加热的宝宝粥 小baby吃到嘴巴发紫 而且这个宝宝粥的颗粒非常大 还有超过一公分的 我想问 哪一个爸爸妈妈不知道 熟君你知不知道 我跟你说路人甲都知道 诶 那个 三田摩依 你作为一个未婚的 小baby要吃泥状物 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 那市长你知道吗 不知道 没关系 现场这个空间呢 没有安全防护 有小baby眼角被撞伤 要是撞到眼睛就瞎了 还有这个小baby撞到脸颊 黑色流血 还有撞到鼻子受伤的 为什么我没有照片 因为我不公开小朋友的面貌 我保护我们新店地区的孩子们 还有小朋友身上有不明的红肿 这样子一大块 这些我都有照片 有没有掌握 市长 小baby吃冰的宝宝粥 吃了好几个月 这样算不算不当虐待 如果小朋友噎死 因为这个吃快颗粒状的食物 噎死小baby 噎死 颗粒超过一公分 我刚刚不是讲了吗 小baby要吃泥状物啊 市长 这个我们都有专业的 这个营养师 他们会帮忙 那吃冰的 专业营养师 要叫他吃冰的喔 不是 我说说应该不会有这样的事情 就有 有照片啊 我跟你讲了 那我们 你没掌握啊 社会打 上个礼拜打电话去社会局 社会局说 哦没有时间处理 还来不及处理 没办法 不可能 要不要来对职 市长 我真的不可能 市长 你不为我们地方的爸爸妈妈痛心吗 这样子啊 您说 您有没有说要安心安定团圆 这样子 如果 你可不可以告诉你的局长 好 这样子啊 议员 对 这个个案我们去了解一下 到底有没有这个状况 这个不是个案 我已经跟你说了 我上任到现在才不到半年才五个月 已经有非常多的 托婴 托幼 托婴跟幼儿园的成情 爸爸妈妈们的投诉 都有很多案件 这一件最夸张 因为它是发生在我们的公托里面 公共托育耶 我接下来要问到就是这个转托的机制 你知道爸爸妈妈很害怕 如果说今天他想要成情 想要投诉的话 他第一个要担心的是什么 他第一个要担心的是 我的小孩还在这间公托里面 他会不会被针对 第二个 如果我的小孩要转托 或者是幼稚园 张局长 如果说幼稚园要转学的话 他要转去哪里 我刚刚也讲了 全新北市 每十二个宝宝 只有一个人可以进公托 就算是其他的私托啊 保姆啊 或者是幼儿园啊 我家附近哪里有名额 我的小朋友可以适应吗 如果是准公托 或者是准公幼的话 更夸张 如果说今天因为 我的成情 我的投诉 这个准公托 准公幼 他的资格被拔除 停止契约的话 家长 惩罚的是家长 为什么 因为家长的学费 马上就暴涨 一年要多花五万块钱 到底是惩罚这个业者 还是惩罚家长 然后呢 如果拖婴中心 或者幼儿园 涉及虐待事件 不当管教 或者是不当对待事件的时候 这个实际上惩罚的是 家长找不到地方 我的小孩要去哪里 因为我们的社会局 我们的教育局 根本没有转脱 或者是转学的SOP 我知道 副局长 你要说有 你的局长 我们去年就接到另外一期 我讲这个都一定的机制 不会没有 你们的机制就是跟家长说 要不要随便你们 要不要随便你们 好 来 市长 来于提醒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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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孩子 不是商品 我们的小孩 每一个人 都是活生生的人 所以 对待幼儿园 对待 拖婴中心 我们不能把它想像 它是个商店 用财阀的方式 或者是取消合约的方式 我们要想一个办法 是怎么样 不会伤到我们的孩子 保障我们幼虹的 权益的状态下 我们来做一个 转脱的机制 转介的机制 可以做到吗 市长 转脱转介的机制 有一定的SOP 有 这个机制 我们会重新去审慎 这个机制就是说 我们现在 不好意思都额满了 那你要不要转去那边 不然跨县市 像刚刚三田摩尼讲 你要不要去台北市 再不然就说 我们这边都没有 我会协助媒合 你也有协助媒合 你就跟他说 那这个保姆不怎么样 要不要 他已经是协助媒合了 好本席要求 再来跟议员声明一下 请黄书军议员 好市长 你刚刚说有转脱机制 我告诉你 并没有 因为我们板桥 就发生了一个挺停案件 当时挺停案件 发生的时候 你知道 这位妈妈非常的难过 因为她的女儿已经死亡了 可是你知道 她面对到下一个状况 是什么吗 是其他托育的家长在骂她 说你为什么要去揭露这个事情 害我们的私托 来做停托 来让他们的孩子 不知道去哪里就读 所以我告诉你 并没有 社会局 你告诉我有吗 有 我们会把 你用多少时间 协助这些 其他的托育的孩子 来转脱 你用多少时间 你说有吗 你告诉我 在这个个案当中 你用多少时间 来协助转脱 有 我们把这个家长的部分 他们 争取他们的意愿嘛 因为有很多家长 他还是要继续在这个 托育中心 你已经停脱了 对 你已经勒令停业了 他要 我们有 副局长 那请你不要回答 因为现在这个 业者已经停脱了 你怎么可能 还有办法要求他继续收脱呢 请你回去 如果你们这么不专业 就不要回答 我现在想要跟市长 讨论一件事情 就是监管云的部分 我们新北市的监管云 目前纳管的 有哪些单位 我们公托120家 公托 公托120家 市长我跟你讲 接下来拜托 识问识答 全部的题目 我都已经先泄露 给各局处首长了 所以千万不要识问许答 120家 我们有没有 下一页 我们有没有机会 来纳入其他的单位呢 这一个部分 我们还是继续努力吧 我们公托 就已经全部纳入 那当然市拗的部分 因为现在其实 他没有监视器 都有 我们也会尽量去积 可是监视器很常坏掉 我们希望能够延线 整个人口 那是不是可以具体承诺 没有法律的关系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要沟通 没有我现在是要求 我们新北市社会局 来研绎相关的 鼓励办法 来让这些司拖 来加入我们的监管云 好或不好 这个我们再研究看看 对 所以你拒绝嘛 不要跟业者 这样子啦 我们要跟业者 是 因为这种东西 涉及到法律的问题 也希望他们能够 没有我现在要求的 不是强迫他们 我是说鼓励他们 来加入我们的监管云 但是起码先沟通 如果没有沟通大家都不愿意 好 没关系 那个市长 我给你一个数据 目前新北市有 六千八百五十五名的保姆 还有司拖有高达两百三十家 我们希望未来 这些来努力纳入 我们的监管云 好或不好 大家一起加油 好 看起来是没有机会 好 下一题 来 农业局局长 来 三十秒给你 开始计时 你来回答我 告诉我四点八公顷 松树未来要如何 来进行相关的产销规划 来 三十秒 谢谢 谢谢议员 这个事情就是您 有参与提报 那其实首先第一件事情是 它是大概有三户 其实是1.7公顷 那么接下来 这个部分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 我们在现在已经跟 之前议员有参与 就知道 说我们有找临事所的专家 还有一些专家 来做防治的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 在未来的部分 接下来 我们也发问了农友 好 三十秒到了 市长我告诉你 没有 市长我告诉你 他讲的是我前两天告诉你的 所以我告诉你的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问题并没有解决 我在这个礼拜一 已经非常清楚告诉你 在三支区 有高达快五公顷的面积的松树 受到危害 市长 农业局不及格 好 农业局 下一个问题 好 没关系 下一个问题 我们的福州都市计划 来 相关局处自己站出来 那你那个农友 板桥的福州都市计划 一直是本席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因为福州都市计划是我们板桥最后一块处女地 市长你可能不知道为什么我愿意全部泄题 我想告知你的是 新北市目前我们各局处螺丝到底掉满地到什么程度 来 不过我相信我对后面的局长非常有信心 来 下一页 我们福州都市计划通盘检讨 目前第一个问题 来 程相举 依照行政院的规定 没有办法采市地重化按区段征收 这第一点 第二点 这个都市计划是在91年3月发布实施的 是 主细季都是长区段征收 40% 好 40% 来 地震局局长上来 下一题 底价地回馈比例 市长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你承诺过我们之前的何博文 你答应他说 底价地的回馈 不会再用40% 因为40%其实对于我们福州地区的人民 非常的羞辱 因为这个都市计划已经延宕数十年了 不是十年而已 是数十年 来 地震局局长 来 您来回答 要报告 底价地比例现阶段还没有出来 是因为都市计划还没有确定 对 然后底价地比例还要看公共设施的配置的状况 开发的总成本 以及 底价这个土地所有权能的受益成本 所以要跳跳了吗 市长 没有 这个案子 底价地比例还要报中央核定确定 是 不是只有地方政府能确定 可是不要用40%好不好 市长 我们全部统一的来检讨 等那个都市计划出来 市长 我跟你讲 因为你未来是非常有机会 需要在5月17号被征召参选总统 您的态度会影响到我们板桥福州的票喔 我现在具体的问你 是不是底价地回馈比例 不要再只有40% 之前你承诺过 现在你要选总统了 不敢承诺吗 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吧 我从来不会做 都是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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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那地震局不及格 来 拆迁补偿 是否应该放宽 我跟议员报告 从市长在处理温子俊 给我们的态度 就是从优 从宽 依法 来发放补偿认定 好 我希望未来在相关的 拆迁补偿的协议架构上面 我们可以尽可能的来协助 我们第一线的人民喔 好 再下一点 住家及厂区的安置计划 这个其实会关心到我们的地震局 跟我们的金发局喔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这一点你们不用回答 我只是因为你们现在没有任何计划 你们也没有办法回答 未来会有安置计划 对 我希望这个安置计划可以具体 因为目前居住在这边有非常多的住家 也有非常多的厂商 那因为金发局在去年 把他们所化为所谓的不移设立特定工厂登记的区域范围 其实目前在这边 刚刚茫茫大海不知道去哪里你知道吗 他们在一个禁无路退无路的状态之下 所以未来相关的都市计划的检讨 我们希望可以尽可能的公开透明 并且提关比较所谓的安 就是周延的所谓的安置计划 所以里面的厂家有的话 大概5.05公顷的蝉专区 两个 蝉专区是下一题啦 蝉专局局长你不用回答 因为是金发局局长的问题 来下一个 来捷运局局长 我非常地震怒 也非常地震惊 市长 昨天我们李雨翔议员问到 我们泰板轻轨 未来会遇到什么问题 尤其是在板桥福州地段 会遇到一个问题 局长你知道了吗 知道啊知道 知道什么 那你昨天为什么说不知道没有问题 您关心的都没有问题啊 都没有问题 对啊对啊 都没有问题啊您可以询问啊 来我们看下一题 那我现在简单问这个问题 我们F27站 目前大关消防分队 大关派出所 未来预计 未来预计安置在什么位置 这个 跟议员报告 这个 泰板轻轨大概 现在在规划可行性嘛 到综合规划 我们预估最快 要四年后才能动工才需要迁移 局长 时问 时答 我现在问你大关小防分队 跟大关派出所 未来要迁移到什么位置 这个我来补充 这个 国家驻都中心 在这边有 隆安段 跟福安段 有两块基地要做社会住宅 福安段是哪里 气象站吗 对 气象站已经有抗议了 另外台北职场 那个是 隆安段 希望在这两块 把大关小防分队跟派出所 吸纳在里面 的公益设施 一并来吸引 确定了吗 这个线条我都已经看过了 确定了吗 都市计划已经草案公斩 现在在审议当中 都市计划的宅明 确定放进去了 我要讲确定是说 在都市计划的草案 国家住室中心报过来是这样 但当然确定要以审议为准 现在在审议当中 学长在那里讲清楚一点 我跟医生说明一下 当时为了这个事情 我都去跑过现场好多次 但是还要 经过实力委员会的同意 来下一页 好不好 我想强调的是F27站 目前就是卡我们大关消防分队 我们大关消防分队的队员非常辛苦 他们要卡在这个位置不知道卡多久 过去我们在检讨的时候 目前都没有任何的进展 很开心今天听到有相关的安置计划 我希望他可行 因为老实讲 目前还在草案的规划当中 其实这有好几年我们都去看过那个现场 在审议中 来下一个 金发局局长 那我已经泄题给你了 目前我们板桥福州都市计划有四块产专区 而且未来 让你看一下 我们未来是会经过 我们所谓刚刚所看到的太阪清贵 所以这四块产专区 我想询问一下 虽然未来已经不再担任我们新北市的侯友宜 侯市长 请问这四块产专区 您未来预计怎么规划 跟一座报告 那在陈如刚刚市长所谈到的 非常重视我们的这个福州这个地区 而且在板桥呢 它在我们的六大产业政策里面 它是属于数位跟金融 所以未来的整个产业发展定位 会用板桥的优势 包括它的电力电信 以及三大医疗园区 包括亚东板桥 还有我们的土城中间的这样的特性 来发展所谓的数位健康的一个产业定位 局长非常开心从你嘴巴上听到 因为这是我之前告诉你的 因为我们目前板桥 板桥真的 它非常的发展优势 我们目前板桥 因为未来这一块 其实尤其是我们在华东里的产专区 它是临近于我们的亚东医院捷运站 跟亚东医院 其实相关产专区的规划 我们必须要有前瞻性 必须要 一言你讲的没有错 所以我们大概会结合我们的 板桥地区的几个特色 把产业泡在这个地方 所以刚刚你讲的方向就是我们 一直在讨论的方向 目前大家刚出来了啦 细节还没有出来 细节还没有出来 所以希望我们的金发局 未来可以跟各产业各工会 可以密集的联络 另外我也要提醒一件事情 因为 我有接到相关的澄清说 我们目前新北市的相关的工业区 产专区的卡发案面积偏大 其实对于一些业者来讲 他们是难以负担的 所以我们会希望说 未来在所谓 规划面积上面 可以比较符合实际的使用状况 好或不好 跟一说报告 事实上大面积变成小秋快的时候 成本会增加 所以我们在近年的部分 我们都是 这个成本应该是我们 新北市应该要去负担的 一说不好意思 容我说完 事实上我们是以新建 这个现代化的科技厂办 然后以出租的方式 这样的方式来处理 更可以让他们结束成本 因为我们其实 刚关在了厂区的安置计划 未来也希望就地安置啦 所以看起来 就地安置这一块 还没有考量进去 请进发授再做功课 好 我要下一题了 板桥交通分队目前有49人 海山交通分队有57人 两分队 连事故处理量高达 快一万五千件 每个人平均要负担的 件数其实非常的多 局长 你已经非常清楚知道这个状况 施打 谢谢议员 对我们整任交通的一个关心 那那个 跟议员解释一下 我们每一个交通分队 他所配置的原额 他会根据他的 辖区的状况 包括他的重大 辖区有没有重大的交通活动 特种勤务 或是违规执法 交通流量 还有是不是有观光景点 不是单一处理这个 不是单一处理这个 所以最可怕的是什么 市长 我们的两个交通分队 不只处理这个业务 就非常繁重了 对 所以我希望在这边 局长 您只要告诉我好或不好 重新检讨我们板桥跟海山交通分队的工作量 好不好 我们可以再评估啦 来精进相关的一个业务啦 好 就是说我们警察真的很辛苦啦 好 谢谢 好 谢谢 市长 接下来我想问你喔 你最近开心吗 很好啊 很好 我每天都很好啊 你最近睡得好吗 很好啊 很好 你最近吃得好吗 吃喔 吃什么都没印象 都没有什么印象 因为不是 所以吃得好 所以吃没有什么兴趣啦 吃得好或不好不知道嘛 健康就好 我想告知您喔 吃得进来 我们新北市有很多人睡不好 不开心 也吃不好 因为我们新北市在全台湾有154万的使用抗忧郁症的药物人数喔 我们新北市有22万1123人 为什么会把这个数字念得那么清楚 虽然它占总我们的人口数 你们一直跟我强调啊 我们的占比喔 其实在六都里面算排名末段班 但是 局长 我们不可谋认喔 我们还是有很多的黑数 因为目前所谓的心理治疗 心理智商是被排斥的 大家觉得这是有病的 我们污名化了心理相关的一些服务 没有错 这个部分我们不否认吧 呃 跟一座报告 其实我们在这个上面呢 一直不断的在做 不管是污名化 或者是我们有提供 要让很多 他不太想去医院或者他自己 我们给他非常多的管道 譬如说呢 我们在我们的卫生所 我们也有提供 这样子的咨询 那他们也可以打1921 局长我想跟你强调就是说 我并不是说这个数字不好 我并不是说22万人 其实等于是现在目前全台有六个忧郁症人口 一个就是新北市 我并不是说这个不好 我是说我们新北市可以做得更好 我们不要让这个治疗变成污名化 我们不要让我们新北市民的生活压力这么高 市长你相信你非常有所感吧 因为你是我们新北市的首长嘛 所以其实你所面临到的压力 我们不要被污名化 才会鼓励大家 面对这个事情去处理嘛 没错 市长 我们希望大家都新北市民可以不要有这么高的自杀率 不要有这么多的抗忧郁症的使用要素 我们来努力 所以我们要怎么来努力呢 目前我具体希望可以增加我们心理智商的量能 尤其从我们学校的辅导室开始 目前刚刚大家所讨论到的有很多的儿虐 有很多的校园霸凌 有很多的性侵案件 发生在所谓的校园当中 我们每一个案件所要透过的是社工 所要透过的是我们学校的辅导室的相关设备 我们相关的师资 可是目前我们新北市 我们每位专辅的辅导老师 需要服务几位学生 来 局长你说 我先讲 高中 他先讲七位中心 我先跟一座报告一下 我们问什么打什么好不好 教育局局长先回答我 教育局他的校园通 跟我们的冻健康APP 我们是已经联系 没有没有 那冻健康APP上面就有用一两表 局长你不用帮教育局长强的回答 因为现在我要问的是 高中的辅导老师 每一个辅导老师 辅导几位学生 你并不知道 是不是可以请局长回答 高中辅导每一个专任老师 基本上我们的辅导编制是全国一致的 然后 那个人数非常的少 不多 多少 你就具体讲出来多少 社工加心理师大100出头 好 根据我们教育局提供给我的资料 我们高中值的辅导教师 每个人约要辅导324个人 这是你们教育局提供给我 国中需要服务的是405人 到国小高达648人 这样的数字 其实对每一个辅导老师 甚至他还要承担所谓的教学业务量 跟行政量 是非常负担的 不是说他人数少 因为其实每个辅导老师 都要服务过上百人 所以市长 面对问题 不要说我们符合相关法令规定就够了 我相信新北市也不会违法执政 可是我们需要体恤第一线的执法人员 好不好 谢谢医员 好 我们重新检讨 可以局长具体回应给我好不好 好 没问题 好 重新检讨 来 我们刚刚讲的新卫中心 目前我们未来有七处 有五处预计要来设立 也就是我们领口新庄淡水 另外两处在哪里 这两处因为我们要根据地点 我们要第一个要先找地点 那我们会把我们二十九区呢 整个做成一个先化成区的分区 我把我们板桥市民发生 我希望有一处让我们板桥好不好 目前的板桥在今年的新庄 我们就会联合 你要我们板桥市民朋友去新庄吗 没有问题 我们自己卫生局就在板桥 所以现在其他还是有设计 可是卫生局以后要搬家啦 都在板桥 整个卫生所都有在做 那我们希望更加的落实 下一个我想要提倡所谓的 心理架 什么是心理架 目前其实在各大专院校 都有所谓的心理架 当然畅行的状况不一 欸局长你不用上 因为不是cue你 就是我们要cue 劳工局局长跟金八局局长 为什么我会cue 劳工局局长跟金八局局长 我希望可以针对产业来做结合 来做推行 尤其我们的警销人员 来这个时候警察局跟消防局要站出来 一起宣誓 我们的警察局人员跟消防局人员 甚至有很多的记者朋友们 在第一线面临到社会案件的时候 他的心理是受伤的 但是他却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个问题 我们未来是不是就可以 从我们新北市政府开始 来推动我们所谓的心理架 并且请劳工局跟金八局 跟产业结合 然后也请我们的消防局 还有警察局来协助我们的同仁 来建立相关的请假规范 先跟一桌报告一下 其实呢这个心理的健康 我们是非常的重视 在我们的移动养里面的洞 我们就把心理放在这个中间 这个其实呢很重要的是平常 怎么样让他们自我知道 我们做很多的宣导 然后呢我们也给予他们 能够有一些能够自我去做筛检的 一个状况 那然后他们平常要多认动 局长我现在告诉你 就是他筛检完之后 他是需要休息的 尤其是我们的警察 我相信市长以前在担任 警察同仁的时候 你也面临到很多第一现场 你也承受到很多的压力 我们是不是至少从我们 警消同仁当中开始来推行 我想请消费 我可以谢谢一座在关心我们的警消同仁 比如说我们警消去支援 这个花园的一些相关火灾的一个 救护或者是地震 那他现场看到非常的一个惊悚的状况 所以回来以后呢 其实我们都按照我们这个 医疗卫生上面都有叫我们 就来请那个专业的医师 或者辅导人 他们需要休息 好 我希望我在这边提出来 是一个想法 我们希望可以落实 未来 这个想法蛮好的 我会来逐一的 来跟各局出来讨论 有没有机会 第二个 我希望再增加一个对象 也就是我们的产妇 也就是我们的孕妇心理 目前 我们的桃园已经开始在推行了 我希望未来我们的新北市卫生局 跟我们的妇产科工会 相关医师工会 来讨论看看 这件事情 要如何来进行 好吗 跟一桌报告 我们的孕妇都会有这个 优于良表 这个在我们的孕产妇里面 跟我们的一些母婴清散医院 我们都做得很多 检测完之后 我希望具体做做 没关系局长 你那么喜欢回答 那你顺便回答我 板桥医疗园区目前的状况 好不好 板桥医疗园区呢 现在就是我们 目前 已经确认我们的 卫生局会搬到第二行政园区 其中卫区 那第二行政园区 我们在115年搬进去以后呢 那就会由这个BOT的厂商 来进行后续的一个建制 那现在目前呢 我们正在做千级规划 因为我们前面 都已经把BOT可行性评估 你可以承论 我目前板桥医疗园区 未来预计什么时候 可以启用吗 要跟一桌报告 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先要 二半好了以后我们搬过去 所以二半什么时候会好 然后便 二半目前是 115年 115年 2年后嘛 115年 所以等于是我板桥的市民朋友 还要再等个 我们同步进行 这个 好 然后我们目前都在做先期的规划 但是乔宗局局长我不需要让你回应 因为你是新来的 板桥第二运动场BOT案 是不是请我们教育局长来做 来实质的回答 好 谢谢 谢谢议员 我想这个BOT目前当然 潜在厂商 刚我们也就是有去征询嘛 那我们现在这个已经在公告 那现在 就是要招展 局长我直接跟你谈明态度 因为其实我现在问你什么时候完工 你也答不出来 可是我跟你讲喔 板桥第二运动场 从ROT 开始规划 市场我跟你说 那个时候 我又是一个笑路 我现在已经是两个小孩的妈妈 这栋还要不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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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因为ROT 跑去BOT 因为BOT 现在跟我说要去小巨蛋 因为BOT 要去小巨蛋 又没关系 他现在开始 关我们棒球 在那些运动的人口 你知道吗 我们的体育处 去把我们听到的音乐 委辑说 他现在要在这些 卡球是不行的 未来是不能在这些 卡球的 不可以委辑啦 不会啦 我们会纳入的 所以 局长我要求你 正式承诺我 保有现在的运动人口 好或不好 我们方向就是 都纳入那个BOT 因为这个案子 也是从我院内来 开始太推动了啦 早期 早期 早期找什么ROT 那个 我们后来也是加坑 很多的制度啦 好 来局长你既然站着 回答我 郭光校舍改建 跟共购地下停车场 是 我想这个当然 议员有建议是说 那个停车的问题啦 那我们当然 以我们学校的校园 还是以 学校舍的需求 优先啦 那如果说校舍要改 要增建 当然我们就会跟 交通局合作 一起合作 一起合作 那就是要看整个未来 那个人口的发展 我们来做一些追踪 目前呢 江翠重化区 入住的人口数 越来越多 国光国小的 教学量人 跟教授已经不足了 交通局局长 我知道你想走过来 可是我看应该来不及了 我希望未来喔 我们可以共同的来演绎 评估好不好 两个当然去评估 好不好 有需要我们就盖吧 好不好 谢谢市长具体承诺我 因为这是我延续服务的 有需要 前提有需要 非常的有需要 因为之前我也 把那个评估出来 那有一定的量 可以计算 没问题 因为之前我已经提供相关的数据 给教育局了 来下一题 公务局 刚刚不止陈乃云议员喔 问你我具体的 要问你喔 我们四月二十八号就要你 的给我 只要你一张都不敢给我 为什么 因为你的都根做得很不好 是吗 我现在问你喔 我们一百零七年到一百一十一年 申请出品的有高达 两千三百四十四栋 我们完成已经判定就是他需要 所谓的补强或相关的更新的 有高达一千六百七十五栋 你完成了几栋 这个跟议员报告齁 其实这个都是属于是民众自己的资产 他愿意来申请我们的出品 或者是让我们去做见解 这个部分我们都乐意去行 局长我现在具体的问你 完成补强了 我没有说改建了 我甚至说补强我也可以喔 几栋了解 但是补强 补强也是要民众他自己愿意来申请 几栋 需要补助的补强 局长几栋 七栋 七栋 是 但是也是要他们有 七栋 我再重复一次 我们107年到111年申请出品的有高达2344栋 我们完成我们的耐震评估 确定说他要去做补强工程 1675栋 你告诉我你完成七栋 但是全区的住民如果没有全数来同意 事实上是没有办法去做补强的 我们鼓励民众大家来申请 我们鼓励他来 鼓励他来 非常鼓励他来 我现在很清楚为什么 公务局 因为这要大家同意 鼓励他来申请出品 一定要他们同意 有的时候 在一楼要去补强 目前有规划相关的板桥故事馆 目前的状况 跟艺座报告 目前那个板桥放送所的部分 已经OT给那个当代传奇文化艺术基金会 然后我们已经在去年完成本体工程的一个竣工 然后目前在做室内的一个装修当中 那至于那个艺座所关系的板桥故事馆的部分 也完成了内部的一个整形 局长我跟你讲 因为你也是新来的 为什么我们那么多局数首长也是新来的 因为都掉到别的县市去了 我告诉你 板桥放故事馆 我们希望未来可以落实推广我们板桥的故事 我希望他未来是我们板桥指标的一个地点 下一题 研考会 主委 我们新北币有从111年去年7月开始推展 高达2749万 要分给市民朋友 你分多少你自己说 五百万 目前五百万 你什么时候执行完 呃 这个预算本来就到今年底 你执行一年花了五百万 你执行一年花了五百万 市长有分钱都没票啦 这个我连问都没想要问了 回去 你们所有的舱商使用只有四大超商哦 你们一直对外宣称说 一万三千多家的厂商 大部分都是四大超商 白委员 这已经是我们跟全国比起来最特殊的地方 我们可以跨地域 这也是议员当时建议的 第二个 我们现在已经跟 希望主委继续加油了啦 六个姓氏还是 承认局我知道你新来的哦 但是这个资料是你给我的 我们目前盖社会住宅就非常的困难了 我们新北市还卖房子 卖掉了这四年 卖掉了一百一十一间 获得了三十二亿以外 我们要盖社会很困难 我们城乡局每天在找桌啦 要建一栋很困难对不对 新公务局要建 有缺工缺料建不出来 结果我们财政局买房子很快 西当北一百一十一间 总共获利三十二亿 我跟议员报告 其实议员所指的是 永和大臣那是一百年公告照商 并没有设服这个政策 但是没有这个政策啦 非常感谢赵新议员站出来讲 那是一百年议员的时候 我也要跟议员报告 像永和的中正桥 因为我们新北市财政短促编列 每年都短促编列上百亿 所以我们目前要卖房子来填补漏洞 其实跟议员报告 来议员 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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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你们这一百一十一斗 还不用经过议员监督咧 不是 这个跟 你要保护水利局局长 他在后面要回答我 为什么蝴蝶公园没有蝴蝶 议员 议员报告一下 如果我们不做财政控管 就像中央四年增加 帮我们每个民众增加五万 我们新北市是检查五千 水利局局长 他不让你回答 我直接告诉你结论 我们希望未来蝴蝶公园有真的蝴蝶 好不好 那个 没关系 因为时间也不够 我剩33秒 旁边的河滨很多蝴蝶 来 市长记得这个数字吗 这个是你这一次 连任当选新北市市长的数字 一百一十五万 兩千五百五十五个人 投给你的票数 请问如果你去参选总统 你的选举补助款 是否会捐回来新北市 我会该做我该做的事 我直询到这里 谢谢 市长请回 我们上午时间已到 来 休息室下午两点